請自行手動開啟中文字幕 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超人DECA今天正式播完 首先 不理好丑 第一件事 一定要感謝劇組 這半年的努力 每年我都是這樣說一說 拍攝一部劇集 尤其是特殊片 真是拿命的 辛苦功來的 給點掌聲劇組吧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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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小弟我 都成功每一集都出到官後感 掌聲不需要了今年 給個like我就可以了 好 超人DECA的最後一集 我們立即看看今集是甚麼了 蘇菲亞老母繼續事無忌憚 拿永恆核心來充電 老母的弱點通常在哪裏呢 老母的弱點當然是在胸口裡 回到基地 格拉底下定決心 決定在所有隊員面前自爆 踢爆自己是超人的身份 那自己原地自爆都還未夠 他還要一次過攬炒 踢爆他的前輩 究竟我在看甚麼呢 四眼佬隊長 接納龍門哥的作戰計劃 三位主角已經準備好要上班了 打飛機前隊來了 Yeah Kengor成為空中飛人 超人Torriga一出場 影真不拍戲 一下就洗出龍爪手 捏住老母的胸口 將永恆核心的能力 轉化成為光 幫格拉底重拾變身能力 就是這樣 超人Dekka再次以強勁型現身 跟羽翅郎駕駛的機神 對呀 現在變回機神了 一起行動 不過打擊都是沒有春用 這個時候蘇菲亞不斷分裂 蘇菲亞兵仔 想和大家化為同一體 不過大家意志堅定 想合力創造出自己的可能性 於是全部都靠自身意志 逃出蘇菲亞空間 格拉底亦都咬咬牙關 最後超人Dekka全身發出金光 使出至聖的十字死光 將所有的蘇菲亞都殺清光 大戰就是這樣打完了 不過格拉底的變身器 都同樣是玩完了 超人Dekka的TV本篇 就是這麼簡單 和以往超人Dekka的TV本篇比較的話 兩個最終BOSS 一個是CG 一個是皮套 設定上也有少少的不同 不過歸根究底 他們的目的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想阻止人類進步和發展 並且想和人類甚至是全部生物同化 原因是因為將一切合一的話 就不會再有分歧 衝突就會消失 是一個單一個體和群體的哲學問題 整件事都好像人類補原計劃一樣 說到尾 上年超人Dekka的TV版結局 我只是說TV版結局 很大程度上 都是跟足超人DekkaTV版的結局 不用解釋太多了 大家有眼見的 而今年超人DekkaTV版結局 就沒有跟足超人DekkaTV版的結局 而且比較多自己原創性的部分 也不用解釋太多 同樣大家都是有眼見的 只是針對整個結局篇的話 我會比這個結局篇5分 比去年少少的 雖然今次他自己原創的部分是比較多 亦有他想表達的忠心思想 但多自己原創的部分 就不代表他原創得好 撇除突然之間強加特別總集編 以及預告不賣關子這些外在因素 他主要的核心敗不毀 都是來自高老星人 小柳友今次真的被人擺上台 變成小豬柳了 你會發現跟高老星人發生過的相關事件 所有事都急過急急如律令 最初極速由白變黑 然後又變白 然後又變黑 最後都是變白 玩無間道嗎 跟去年一模一樣 結局篇前段就在溫水煮蛙 後段就在趕尾班撕殺列車 所有事情都擺到最後一集才來大爆炸 搞到我一路寫稿 一路在想到整頭黑人問號 其實格拉底是何時被蘇菲亞寄生的呢 不知道 打得多可能就會自動確診 DG001明明上一集被老母 射到整部溶了 高老星人都被射關了 那是誰可以極速修復DG001的呢 不知道啊 可能是機器自己懂得極速自我再生吧 喂 那為什麼格拉底 以前看到高老星人變節 都會抑鬱正幾個星期 為什麼現在高老星人 幫他擋子彈擋到呱了 他都沒有少少內疚 不知道啊 可能他成長了呢 那為什麼火星一通關 那些宇宙船 就可以九秒九來到地球 呃 總結來說 超人DECKR 結局篇 一般的 其實都是因為整個主線 都是一般的 不過他的單元編呢 都曾經令我看得很開心 更開心過很多次 至於我二千字招呼高老星人的分享 會在超人DECKR 全劇總評價公開 大家請密切期待 這條片差不多 大家記得看完片尾的彩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So watch 劇場玩這條女 變成了新超人 中了Dyla 難道 Bravo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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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